大家好,我是忽兰 今天说是运动员专场 但是放眼望去全是综艺卡 在一堆运动员里面 我和庞博上的综艺最少 咱们长幼有序从范明老师开始 刚才说范明老师 说演啥都像行不通 他不光演得像行不通 他坐那都像 我坐到旁边感觉我都像艳小六 刚才说范明老师跟孙雅人 是在节目里面认识的 刚才说了玩那个游戏 什么石头剪刀布 赢了都可以扇对方一个耳光 我自从幼儿园毕业之后 就没玩过这么弱智的游戏 我以为以孙雅这个性格 一定义正言辞地拒绝 结果一看两个人扇 他是乐此不彼的 范明老师为了保护孙雅 赢了之后就轻轻地意思一下 孙雅赢了之后 咕嗡一个耳光轮上去 打得范明老师的脑子 是空空荡荡 却嗡嗡作响 范明老师 人家德高望重老演员 人家说啥了 他说我疼 张子黎模特儿真的特别好看 然后来了之前我们又访谈 然后聊天 会发现原来这么好看的人 原来还有文化 我只以为有文化是我们这种丑人的专利 比如说张老师 你看张老师这个长相 你就觉得他要是不是个脖子 我都对不起这张脸 好看了 现在好看了 减肥了 断练 今天咔咔练 现在特别瘦了 对吧 我们今天咔咔练 然后我们还劝他 张老师请大家岁数了 别这么使劲 还在那咔咔练 脸都快练出腹肌了 别急 还有 张老师白天练器械 晚上夜跑 因为晚上有的时候吃点夜宵 就外卖小哥给送啥之类的 挺辛苦的 我觉得就别让外卖小哥送 就应该让这种 像张老师像夜跑的这种人去送 不是爱跑吗 对吧 让你使劲跑 你看他们晒的那个图 那个图的路线 也在那个配送范围之内 对吧 你看张老师一天装备 对吧 挡风又挡雨 然后我们说 王世鹏 06年南岚打斯洛文尼亚 那个最后的压绕三分 那个球我是在电视前面看的 真的是看完之后 泪流满面 欢呼打滚 我当时上高中 我还有个同学 看完之后满地蹦 把腿给蹦折了 去医院医生问他 说你这腿咋折的 他还挺幽默 他说被王世鹏 一个球给打折的 医生说这王世鹏下手 够狠的呀 其他人没人管 他说所有人都欢呼呢 说打他太好了 医生说 我觉得你就是欠揍 然后这场比赛之后 王世鹏真的投篮信心大增 后来在又一场 中国比赛里面 王世鹏又在最后时刻 命中压绍三分 然后中国队输了15分 运动员还躲不过一个事嘛 伤病 王世鹏也不容易 2011年的时候 和澳大利亚队打比赛 被对方快250斤的大中锋 压在身上 咔就把手给作舌了 当时范明在电视前 看的那个心疼啊 指着就叫 哎呀他上面又赢 戴亚平老师 我们是自诩为 乒乓球界的同行 我虽然打平方 但我不爱看 中国队总赢嘛 我还是比较喜欢 看这种南篮这种 总是差一点就赢了的运动 中国平常球队甚至搞过养狼计划 就是自己打没意思 偏向一些外国人 像服务员爱啥的 然后养了半天 动不动还把狼给打哭了 狼们 同城一龙提醒你 酒店机票火车票 在微信支付里面订就对了 然后我们说说我们主咖孙杨 再读博士 你知道吗 再读博士 硕士毕业 在硕士论文叫做 第31届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 冠军的比赛技术分析 听是挺复杂的吧 研究他自己的 怎么研究自己了呢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我写了一篇论文 论文题目叫 研究我这篇论文是咋写出来的 刚才说孙杨哭啥的 我们看他爬在记者上 特别伤心 哭得真的很心碎 他粉丝也在网上说 孙杨不要伤心 甚至有个乐队 也为他写了首歌劝他 没文化的人不伤心 孙杨听了之后没听懂 孙杨别的不说 长得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我发现好像搞游泳 跳水这类运动的运动员 好像都挺好看的 我是搞不动是在水里泡好看了 还是当时教练选的时候 就选好看去做这些运动 就比如说一群小孩 教练就在那边看 说这个长得不错 虚勇 我启蒙教练就是 先看颜值再看实力 那是吗 你看帅嘛 帅还喜欢打岔 真的 我也小的时候学乒乓球 我不知道我搞不懂 是不是一群小孩在这边 对吧 教练一看 说这小孩长得不错 学悠悠 这小孩凑合 对吧 篮球 这个太凑合了 乒乓球 这个 行不头 没想到吧 虽然来了 我们肯定得说说兴奋这个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我们信息有限的情况下 我选择相信国际泳联 就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对一个人进行指控 这是对运动员不公平 兴奋剂对游泳来说 一直是个大话题 当年罗雪娟从泳池里面出来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说我身后的池水不干净 我小时候也学过游泳 这话我小时候我也说过 游完之后后 妈说妈我身后的池水不干净 我觉得有人偷这撒尿 真的是很多 然后我想说 真的真心祝孙杨门年奥义会 取得好成绩 同时也祝所有的运动员 付出能得到回报 张老师 你可以去送外卖了 祝你的付出也能得到回报 谢谢大家 我是昊兰谢谢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昊昊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漫才了 是的 昊昊 知道人生四大喜事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九旱逢甘露 他乡欲固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想想真的很开心 金榜提名时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两件事啊 这是两件事好吗 他乡欲固之 然后就洞房花竹叶 这就是出差遇到老同学了吧 我觉得这里面最开心的 应该就是洞房花竹叶 有 要结婚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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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是单身吧 对对对 单身松尸啊 单身狗就单身狗 没必要前面再给我加一个品种好吧 而且我发现了 我好像就追不到女孩 是因为跑得慢吧 我说的是追求的追 追求啊 去吧 单身狗 我说的是跟女生约会 而且我觉得 如果要是想跟女生约会的话 应该就应该带她去那种 可以让她心跳的地方 坟场 那个太恐怖了好吧 游乐场就可以了 想带女生去游乐场 是的 是的 简单呀 不好意思 来晚了来晚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久等了 等到找蜘蛛网了是吗 真的等得太久了呀 我们今天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 这家吗 对对对 我们家开的呀 没必要搞一个富二代人设好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好了好吧 这样 我们先去玩那个旋转木马好吧 好呀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这是摇摇车吧 妈妈的妈妈叫王玉兰 王玉兰是谁呀 我外婆呀 摇摇车怎么知道你外婆的名字 我们家开的呀 那真是你们家开的呀 这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点的旋转木马 好吧 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呀 是啊 我也是的呢 啊 丁 哎 粮食墨好了 有人拿旋转木马拉墨的吗 你老哥真是个商业鬼才呀 劳动娱乐两不入嘛 哎 你看啊 今天天气这么热 是啊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 老板 一个冰激凌 哦 好 就买一个呀 你也想吃吗 当然呀 学个独角兽就给你吃呀 独角兽怎么学呀 够了呀 哎 我觉得啊 如果想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的话啊 应该啊 去玩点刺激的 比如 比如过山车 你看过山车 嗯 人家过山车玩的就是刺激 你看 飞了吧 这也太刺激了呀 人家过山车有轨道 按轨道跑就没事 这也太复杂了吧 我外婆的名字王玉兰 草书呀 你外婆也太自恋了吧 这样 我们能不能玩一个正常点的过山车 好吧 第一次做还有点紧张呢 你会不会有紧张 你要紧张你跟我说好不好 你跟我说就不紧张 我说这么多你会不会想我烦 回来呀 过山车还在分这儿呢 不好意思 出轨了 这种过山车没有情侣会想坐吧 我们不是刚坐完 我觉得如果过山车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去玩鬼屋 这也太恐怖了吧 枝刚 不行 枝刚 没必要那么害怕 有我在呢 好吧 枝刚 没事 有我在 我们好像忘买门票了 说的不是这种害怕 是鬼屋里有的 枝刚 没事 有我在 独角兽 这个冰激凌还在吗 独角兽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个时候给我出个鬼 好吧 枝刚 哪个出轨啊 哪个出轨啊 哪个出轨你告诉我 不是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 比如 比如摩天伦 好高 好害怕 没关系 有我呢 过去 更害怕了 别跳了 别跳了 你如果害怕的话 我们两个聊聊天 聊聊天就不害怕了 好吧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的爱好 自由落体 别跳了 就那么想跳吗 不想跟我聊天的话 我们就看看烟花大会 好吧 你看 灰姑娘 灰姑娘 灰姑公主 灰姑娘 这个最大的 我的外婆 王玉兰 够了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芳博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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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老师穿的 你们看得清吗 里面是 里面是一个泳衣 外面是一个塑料的 防水的吸服 你是怕水 你是不怕水啊 你坐着坐着 休息就 休息休息 休息 今天是孙杨的 吐槽大会 放松 放松 不要抠手了 放松 今天是孙杨的 吐槽大会 我们请来的嘉宾 有这个乒乓球 大魔王 篮球名宿 世界小姐 还有一个捕头 收起你那个少 好不好 范明老师 其实是很厉害的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 已经出演过 六十多部 将近七十部电视剧的 你现在看到他 真的还是 只能想起行捕头 而且 我觉得范老师 很厉害的是 他从来就不蹭 武林外传的热度呢 到现在 还在一直跟我们说 自己没有姚晨的微信 有什么事找姚晨 只能去微博上 给姚晨留言 加微信 看武林外传 范老师 其实一直特别想 融入年轻人的世界 他跟我们讲 他的人生信条是 神马都是浮云 范老师 你这个人生信条 好年轻啊 他神马都是浮云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 给力 吹他 吹他 范晨平老师 打球当年 非常的厉害 尤其是我 我看过他那个视频 尤其是发球的技术 特别厉害 因为非常的隐蔽 就往台子下面一藏 对手还找人呢 人呢 然后花球就过来了 打那个一个 措手不及的这个感觉 你们打过地鼠吗 我跟你说 就这种发球的这个技术 王世宏一定要学习一下 回去跟男男的小伙子们 讲一讲 发球真的不应该那么难的 咱们这是自炒谁呢 这是 而且当年还有传言 这个真的是谣言 我看了 说邓雅萍老师 当年拿了世界冠军之后 偷偷加入了外国国籍 这种花边新闻 其实这些传言 雅萍姐从来都不为所动 一直都是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自己 就是打外国人 打得越来越狠 发球越来越转 毕竟不转不是中国人 咱们不转不是中国人 转是吗 哎呀 太破了 真太难受了 肢体谐音梗啊 张子霖啊 张子霖是中国第一个世界小姐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实本人很谦逊 你们看过她的微博吗 她的微博自我介绍是 一个幸运的普通人 我们普通人 哪有你这么幸运啊 你是幸运的普通人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啥 命运凄惨的废物吗 而且我觉得世界小姐 这个称号很有意思 就是你也不知道她会啥 就觉得她很厉害 用范明老师年轻的话说 不明觉厉 包括他们这个组织 也很神奇 世界上有个世界先生大赛 也是世界小姐 这个组织举办的 而且世界小姐的宗旨之一 是维护世界和平 我觉得奥特曼 怎么也想不到 跟自己并肩作战到最后的 是一群泳装模特 你说你维护世界和平 你世界末日的时候 怎么跟战友自我介绍啊 你好 我美国队长 你好 我世界小姐 不是 真的真的 我觉得世界和平这么大的事 我是宁愿相信行不头 我也不敢相信张子霖 你说张子霖遇到灭霸 他能干啥 把他活活没死吗 而且张子霖也出演过电影 客串 跨界 人是真的很美 演技是真的没有 也有人问过他 采访的时候问嘛 说你有没有计划 我专门学一学表演 提升一下演技呢 他的回答非常得体 要不咱们还是聊聊 世界和平的事吧 今天王世鹏 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 06年投了一个 压哨的绝杀球 特别精彩 那是我第一次 在电视直播里面 看到篮球的绝杀 那年呢我上高二 比赛是在中午 我是看完了直播 才去上学的 整整迟到了15分钟 错过了椭圆和双曲线 解析方程这个知识点 后来啊 我高考 有一个大题就没有解出来 我离北大就差两分 然后我去的交代 王世鹏 怪我了怪我了 王世鹏 不仅决杀了斯洛尼亚 也决杀了北大吴亦凡 今天的主咖啊 孙杨 楚涛孙杨今天特别心虚 我们现场 很多观众都是女生 我看到你们的眼神里面 闪烁的都是那种 无法名状的光芒 刚刚介绍孙杨的父亲 在那里的时候 我看到所有女观众 哇 这就是我未来的公公吗 真的 我们真的特别心虚 请孙杨来 而且她本人其实 也有一些犹豫嘛 毕竟还是现役的运动员 我们劝了很久 说来吧 来吧 来吐槽大会不用抽鞋 就来了 刚才上台之前 我们在后台还在问呢 说马上就要上场了 要吐槽了 想吐过秀 怎么样 兴奋嘛 兴奋嘛 马上打算 什么兴奋不兴奋的 不要乱说 心脏不好 而且孙杨跟自己的妈妈 感情特别好 就说很多事情 几乎是什么事情 都要经过妈妈的同意 21岁那年想谈恋爱 她妈不同意 觉得太早了 才21岁就想谈恋爱 那到50岁 岂不是还要结婚了 然后她就跟她妈妈冷战 叛逆啊 吵啊什么 当然最后还是母子和好如初 因为她妈呢 不同意她叛逆 觉得太早了 才21岁就不听妈妈的话了 那到50岁 岂不是都不听睡前故事了 而且都说孙杨这个爱哭啊 我去看她当年那个 参加鲁豫有约那个节目 主持人鲁豫老师还没怎么说话呢 孙杨就哭了 鲁豫都懵了 问她 你怎么了 是因为要剪的事情受委屈了吗 孙杨哭着点点头 鲁豫说真的吗 我不信 纯属虚构啊 纯属虚构 鲁豫老师不会这样的 他不会这么没溜的 是我没溜 真的都是我虚构的 这要说清楚啊 孙杨不要生气啊 不要生气 生气对心脏不好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这是很正经的 孙杨确实没有任何的违规行为 他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需要长期的服药 压力很大嘛 哭一哭发泄一下也很正常 毕竟这个会哭的孩子有药吃嘛 其实我觉得啊 像孙杨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他们所承担的压力 跟他们所取得的成绩 确实都是我们这些 真正的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所以你说他穿花泳裤啊 爱哭啊 哭完找妈妈呀 这些举动我也都能理解 不论将来成绩到底如何 我也都希望你能多点笑容 少流眼泪 谢谢大家 我是方博 大家好 我是House 你们好吗 我终于回来了 你们知道过去的一年 我有多憋屈吗 如果你们只看了去年的节目 对我没有印象 我非常理解 毕竟我风光的时候是在前年 前年的我有多风光呢 这么说吧 前年我所有大大小小的演出 打车从来没有报销过 没必要 去年我学到一个冷知识 本年度是不能报销上一个财年的消费票据的 我这个人是既心疼钱 又大手大脚 经常会花出意料之外的钱 我现在花钱的大头 是我家养的流浪狗 我本来以为流浪狗是免费送的 结果救助战员跟我说领养是要交一千块钱押金的 一年以后狗要没事一千块钱还给你 这狗也归你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明白 这狗相当于利息吗 专业专业 我是专业的 流浪狗实在太难养了 但是我也必须得继续养 因为我老婆爱狗 不到万不得已 我可不敢跟我老婆说我不想养了 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家庭中是什么位置 我们家的地位排序是老婆 Dog Underdog 但是狗有一点我真的受不了 它们会拆家 屡教不改 怎么说没有 狗只能理解两件事 一旦我对它大喊大叫 它就确定我在生气 我对它轻声细语 它就觉得我要给它吃的 所以我没办法跟它们讲道理 我之前就跟狗说不要再拆家了 我赔不起 再拆我就把你赶出去 那条狗当时就懵了 完全不理解我在表达什么 就开始往我身上蹭 我当时真的非常生气 我跟我老婆说这狗送人吧 我养不了了 我老婆跟我说 你当初不是这么承诺的 你现在要不就接着养 要不然你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当时我就有点懵了 因为如果它对我大喊大叫的话 我能确定它是在生气 我就不太理解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就只好往它身上蹭 其实我也没必要跟狗一般见识 毕竟狗拆家这个行为 根本拆不散这个家 只有我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会投资嘛 我每次赔钱了 我都会跟我老婆解释 你不能只看眼前 我奉行的是长期主义 投资最重要的是坚持 我老婆说你从来也没赚过钱 还坚持呢 你的长期是多长啊 长期主义也不能长过一个人的寿命吧 咱不怕你懒惰 就怕你上进呀 我这两年投资投的 活生生把全家都给陷高了 什么消费都不敢有 我用的手机之前 每年我都会更新换代 今年九月 人家要出到第十四代了 我发现我实在跟不起了 因为每次的性能 都只提升一点点 但营销的用词 都恨不得能夸上天 动不动就是 颠覆行业的一次重大变革 人类科技的一次拐点 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真的很纳闷 人类科技怎么老拐 年年都拐 一到九月就拐 人类科技 是被你开到环岛上了吗 每年一到九月底 我就感觉有一个 穿着黑色高领衬衫的老头 在对着我喊 拐了 拐了 败拐了 败拐了 我深受这些发布会的影响 我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我现在不如社会八年了 结果我和我的狗一样 still hungry still foolish 压垮我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前两天 我一朋友生孩子了 我包红包的时候发现 ATM取不出钱 我以为机器坏了 仔细一看卡里余额75块6 那一瞬间 我仿佛感到一幕幕往事 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 所有那些我冲动消费过的东西 吃灰的游戏机 没开封的书 穿过一次的衣服 丢了不知道第几个的耳机 上过两节私教课 戴了一半的牙套 羞愤难当的我 立刻冲向柜台 说出了我这辈子最横的一句话 就把卡里的钱全取出来 那天我把卡销了 也顿悟了 果然我 对抗消费主义的大招 就只能是余额不足 好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很高兴再次回到舞台上 也终于到我出场了 坐得屁股都有点麻了 我今天到现场 还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 给张绍刚老师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花泳裤 也是你也非常喜欢的花泳裤 但是这条花泳裤不会起雾 这里就别试了 你回家一个人慢慢在房间试吧 这么大 大家好 我是孙杨 是的 我又来上综艺了 好多人说我天天上综艺 不训练 我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必须上一个综艺 来回应一下大家 刚才听到大家一顿吐槽 我觉得吐槽的还不够狠 我觉得都给我留了面子 因为你们吐槽的 都没有霍顿狠 范明老师说我选酒店 一定要带泳池 但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泳池 那么我想说了一下 是因为我进去一看 咦 范明老师怎么在这 算了算了 不游了 被范明老师游过了泳池 这个水肯定不干净 张子玲 世界小姐 我俩很像 都是世界冠军 而且也都是我们泳装出道 对吧 我没有 但是我泡的指纹都没有了 每天要刻苦训练 但是我们的张子玲 她不用训练 而且还可以保持 那么好的身材 然后每天笑这么美 所以我很好奇 你们平常选美 都是怎么训练的 是不是教练就说 子玲 多吃水果 早点睡觉 保持愉悦的心情 笑得要甜美哦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在座 二十出头的人 又有几个能做到的 要不能说人家是世界冠军吗 压力很大的 如果她累着了 教练还会骂她 喂 张子玲 你怎么还累着自己了 你是不是不想拿世界冠军了 我和范明老师 参加综艺节目里 她游戏 农活 样样 啥都不行 还觉得自己特别美 还到处抢风头 抢尽头 我当时我就觉得 其实范明老师 才是最适合 当世界小姐的人选 我也觉得你行 邓雅萍老师 我的前辈 也是我们体育人的榜样 是个从课本里走出来的人物 我们这些当运动员的 都想成为课本上的人 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等不及 就自己操作了 当时我同桌很生气地说 喂 孙杨 你怎么把你的名字 写到我的课本上来了 刚才邓雅萍老师说 我的英文语法错了 还要做我的英语teacher 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呢 我呢真的不敢跟你学 我怕学了之后 别人出去就说 孙杨 你的英语是体育老师教你的吧 王世鹏大哥 王大哥其实非常努力 有一年我记得 大年三十还独自去现场练球 去球场家练 不得不说 这人喝多了 就是容易做一些傻事 刚才王大哥还嘲笑 我打球太狠了 作为运动员来说 当然是要认真比赛拿第一啊 还跟我说 孙杨 在这种场合 认真你就输了 我说 没有啊 只要我认真的 我全赢了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除了我的天赋和自律以外 我想离不开我的教练 和我妈妈对我的严格管教 有人说呢 我太听妈妈的话 是妈宝 那我说 我这么听教练的话 那是教练宝吗 气死本宝宝了 我觉得优秀的人 不管各行各业 从小成长 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 我想他都是会被严格管教的 所以我们大家看 霍顿这种人呢 一看就是缺乏妈妈的管教 好 所以我呢 真没把它当回事 有些对手 输了就只会找别人的原因 我也输过 但是我只会在赛场上 去选择赢回来 你要是赢不回来 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You're a loser I'm the winner 邓雅萍 It's my teacher 我不在乎那些诋毁我的人 也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强者就是会被诋毁 有人诋毁我 有人怀疑我 甚至还有人污蔑我 但是就是没有人能追得上我 我呢 就是喜欢你们 又不喜欢我 又看不惯我 又追不上我的样子 别看我总上综艺 其实呢 我每天都维持 非常大的训练量 和保持自己的状态 所以呢 我在今天来录制之前 我还在我们选择的酒店里面 去下了水 因为范明老师不在 所以今天的水特别地干净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可以没有颜值 也可以没有奖牌 甚至没有各种各样花色泳裤 但是比赛不可以没有实力 检查不可以没有执照 最后呢 我想和大家说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听证会 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相信 轻者自新 快者自快 慢者自慢 慢者就是永远都游不过我 某些屈心叵测的 对于我希望有一个不好结果的 那些运动员 我只想和你们说 好好训练 获顿该衣 你们游得再快一点 就能喝到我美味的洗脚水了 谢谢大家 我是曾洋 大家好 我是篮球运动员 王世鹏 很多说我老是提那个绝杀球 其实真没有 我早就忘了 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过去13年 三个月零17天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 当年啊 中国对阵斯洛文尼亚 七处5比77 眼看着我们就要输了 在距离比赛还剩5.8秒的时候 我一记三分 不提不提不提 不值得一提 作用动作 中国南兰虽然没拿过世界冠军 我们的目标一直是冲出亚洲 走上世界 但是我非常同情 乒乓球队 你们的目标永远都是冲出亚洲 外面没有世界了 对 球游冠军最难拿 雅天姐为什么打球那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个子矮 有气势 你们想啊 乒乓球案子这么高 雅萍姐这么高 从对手的角度看过来 一双眼睛浮在桌面上 在球桌上 这来回地徘徊 就像那水面 刚浮出一只鳄鱼一样 你说你对面 站着个鳄鱼 你怕不怕 更何况 你对面站着是一个乒乓巨鳄 雅萍姐推移以后 那生活多姿多彩 去剑调大学上学 苦练英文半年 就学会了那句 邓亚萍 It's my teacher 回国后 找余敏洪 创业 目标规模 五十亿 是吧 这个项目是咋回事来着呢 就是邓亚萍 想学英文 李鸿铭说 就你这还学英文呢 你要学会了英文 我给你五十亿 张子凌 我的女神 其实咱俩以前见过 在机场 前后脚 我低头一看 这女孩怎么这么高啊 当时啊 我就是脸皮薄 我没好意思要电话 我这要是脸皮厚点 我就掏出手机 我把我那绝杀动图 给你看一看 哎呀 说好不提了又提了啊 范铭 在终于上特别喜欢耍赖 我们打篮球的人 就怕碰到爱耍赖的大爷 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你撞我 我还能给你撞回去吗 我只能打完球 把空瓶子都捡走 我一个也不给你留 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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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主咖孙杨 我跟孙杨以前 一起打过篮球 咱们腾讯的那个 超级企鹅名人赛 比赛当中啊 什么麦迪 比罗普斯 威廉姆斯 最后孙杨哪来没VP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他人哪 根本没把这比赛当回事 主办方怕孙杨太认真了 就特意给他安排个女生 跟他对位 想着他肯定能让着点人家吧 结果没想到 孙杨看到对手 女士女生更来劲了 心想啊 这真是天主我也啊 下了场之后 还跟我炫耀呢 哥 看我今天得了多少分 他肯定被我迷倒了 我心想 大哥 他真不是给你迷倒的 他是给你撞倒的 人家喜欢你啥呀 喜欢你胳膊走有劲啊 我们平常打篮球的人呢 都知道 这个篮球场上有个三秒区 就是你不能在这个篮下 待着不出来 那场比赛孙杨可得好 住三秒区里边了 死活不出来 我然后裁判提醒孙杨 哎 你三秒尾力了 孙杨一听 吓一跳 三秒尾力是啥 裁判说 三秒尾力就是规则 什么规则 篮球规则 孙杨扭头对裁判说 对呀 我一个游泳的 我为啥要遵守你篮球规则呀 也是 讲理 其实他刚进过二队的时候 我们就见过 那个时候他没拿世界冠军 小孩很谦虚 电梯里碰到我了 特客气 彭哥 现在电梯里碰到我 出去 但是我觉得孙杨骄傲点 我觉得很正常 成绩太好了 我要是他我也飘啊 他去参加综艺节目 我觉得也没什么 我们衡量一个运动员 主要还是看他成绩嘛 你管他平时干啥了 如果他每天 拍二十个小时综艺 玩两个小时 练一个小时 照样拿世界冠军 那也是好运动员呢 有这样的运动员吗 正常来说没有 所以还得努力练他 孙杨很爱哭 不管输了赢了 出了泳池 那也抱着记者就哭 前段时间 国家队输球了 我也哭了 你投入进去了 不可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只要站到这个赛场上 每一个人 都承受到巨大的压力 为了对得起身上 这身国家队的队服 我们流过血 流过汗 也流过泪 我到现在 有时候还会梦到 我们十二个人 站在五颗松的赛场上 比赛还剩五点八秒 好了 不能再说了 再说我和孙杨都苦了 谢谢大家 我是王世华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四年参加 脱口秀大会了 还是单身 不知道咋搞的 而且每次有人听到 我是单身以后 就会有一些姐妹说 你也单身 我也是 看来啊 咱们搞笑女 就是注定没有爱情 醒醒吧 姐妹啊 说句不好听的 咱们没有爱情 不是因为咱们搞笑啊 不要在生活中 自称搞笑女 因为据我的观察 凡是自称搞笑女的人 可能不光没有爱情 甚至都不太搞笑 你知道因为 真正搞笑的人 没有人自称搞笑女 我们都是先自称美女 然后旁边有人说 她有点搞笑 怎么听进去了 搞笑女 确实谈恋有点难 因为你知道 我们就常常这种 就习惯了 当我们见到一个男的的时候 第一反应 不是用我优美的姿态吸引她 而是用我滑稽的行为 逗笑她 有一次我不知道咋的 我就跟一个男生说 我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给自己改个名字 就叫美若天仙 她也没笑 你知道 我说你不觉得很巧妙吗 你想这样就没有人 有办法骂我了 她骂我的时候 都会像在夸我一样 说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她听完说 可是我有办法骂你 我可以说你怎么回事 美若天仙 也不照着镜子 我说 还是你搞笑 搞笑难注定 拥有爱情啊 加油吧 何广之 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但我身边的人 都一直在谈恋爱 我发现很多女生谈恋爱啊 她现在追求的 已经不是幸福了 而是一种刺激 你就感觉 她们的原生家庭 应该是有一些创伤 就是她爸从小 应该就没有打过她 所以她谈恋爱 唯一的目的就是吃苦 所以她在人群中 选男朋友 就跟我奶奶 在锅里选排骨一样 给我来那个最烂的 最烂的 就是她了 我就是要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再经过一系列的争吵 猜忌 劈腿 复合 冷暴力以后 我每天再也不用加班了 我要在闺蜜的怀里 哭到天亮 可是姐妹们 你们谈恋爱是谈爽了 你们考虑过闺蜜的感受吗 你知道我这两年 一场恋爱也没谈上 那个苦是一点也没少吃 就是一宿一宿给我熬的 我有的时候都忍不住怀疑 我闺蜜她根本没有男朋友 她就是在我面前演戏 唯一的目的就是熬死我 关键是 你真的摸不透 一个恋爱中的女的 是咋想的 就是她前一秒还在跟你说 她太过分了 杨丽我再也不理她了 我刚起了一个大发 我说早就跟你说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说我们和好了 我说除了你男朋友以外 真的想不通 我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就问她 我说她这么折磨你 你为啥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她说杨丽 这就是你不懂男人了 我说也是很久没有人这么说过了 你们有看过自己男朋友的手机吗 有 好 没有男朋友 我看过 你看看 来抓我呀 抓我呀 那我不是真的想看她的内容 我是享受那个沟通和辩论的过程 你知道吗 我一般都是先说说 来你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 然后她就特别激动说 我最烦别人看我手机 我说 那我最烦别人烦我看你手机 她说 你要非要看我手机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说 你要是说我不相信你 就是不相信我相信你 她倒吸了一口气 她说 那这样 你要是非要看我手机 那我也看你手机 我说 那我不看了 就没有手机一样 你知道吗 那这样 咱以后就说好了 从今以后 我也不看你手机 你也别看我手机 咱俩对待恋爱的态度 就是各玩各的手机 我现在不用看别人手机了 因为我养猫了 但我特别受不了那种 把猫当儿女养的人 我觉得现在人好奇怪 非要和父母当朋友 然后再去当猫狗的父母 就是你经过猫同意了吗 而且猫多高冷 我常看那种短视频 那个女的特别兴奋 说妈妈回来了 来来妈妈抱抱 然后那个猫就这样看着她 好像在说 你是谁 跟谁没大没小呢 叫爹 我养了一只小母猫 叫嘟嘟 我特别爱它 我在疫情期间幸亏有它 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人 都是它陪着我 然后我们两个 每天在沙发上看电影 我真的觉得挺好 结果没想到 一个多月以后 她突然就开始 整夜地乱叫 你知道本来就出不去 现在就更烦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想让一个女性闭嘴 这样我很欣赏 那种直接地表达 我也觉得我们女性 想要什么 应该勇敢地说出来 但是 能不能真的不要再喊了 你喊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就你这样吗 现在家伙人家 张老师 您可以不跟我合影 但是麻烦您把眼睛 从我腿上拿开好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世界小姐 张子霖 很多人觉得世界小姐 可能和是模特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们除了要维护 世界和平之外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要和不同的人交流 要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个情绪控制的方面 我们会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算是 不开心的时候 也可以时时刻刻地 保持微笑 张老师 呵呵 范明老师 很厉害的喜剧演员 非常厉害 我生孩子那两年 特别爱看《武林外传》 所以我女儿 第一次叫我的时候 叫的都不是妈妈 而是 为了个寝娘 我看好你哦 那么大 邓雅萍老师 我从小就是 是您为我的偶像 是我的榜样 所以今天来 我真的是 没什么可以要吐槽的 因为我今天能够看到您 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所以以后呢 您要是万一有什么事 需要我的 随时跟我说一声 比如说飞机上放个行李 家里换个灯泡什么的 随时找我 太吃财了 太吃财了 王世鹏 王指导 你好 特别喜欢骂人 曾经在微博上 点名怒屁股 周琦 怪论 刚刚在后台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 你说我心想 这是要搭事啊 还是要骂我呀 管他要干嘛呢 我叫张绍刚 王世鹏 出众的时候就特别地能扣篮 还喜欢用扣篮来吸引女同学 让女生呢 给他送吃的 我上学的时候 也遇上过这种 爱耍帅的男生 在我面前扣篮 我伸手就给他盖了个帽 请他吃了火锅 孙杨弟弟 我们在劳伦斯中国颁奖典礼上 见过两次 第一次 他拿了最佳新人奖 第二次 他拿了最佳运动员奖 我也拿过最佳运动员奖 就拿了十分钟 就颁给孙杨了 孙杨特别喜欢娃娃 还经常在微博晒玩偶 有一次还晒出一个小熊玩偶说 这是我当时打针的时候 因为我没哭 所以医生奖励给我的 当时我看了这个微博 我就想跟孙杨说 你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啊 都27岁了 居然还能不哭 我们这小男子汉 还参加了一个真人秀 叫真正男子汉 他还发微博吐槽 人家节目组 说有剧本啊 然后不真实 节目组当时就跟孙杨说 你赶紧删了 要不然告你妈去 我们小男子汉 马上就把微博给删了 然后他的辩解说 真正的男子汉 就是要能屈能伸 能发能删 今天呢 能跟这么多世界冠军同台 我感到特别地开心 因为世界小姐赛事 也被称为选美界的奥林匹克 但其实真的是 不能跟运动员比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运动员 我知道运动员的辛苦 所以孙杨能够取得 今天的这个成绩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不容易 我不管别人会怎么说他 但是我会一直一直地支持他 因为我心中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生一个像孙杨 这么优秀的儿子 谢谢大家 我是张子林 今天特别高兴 大家好 我是邓雅萍 这场身高对我太不友好了 跟谁站在一起 都是最萌身高差 站在孙杨旁边 简直是蒙翻了 在他身边 只有把我得过的所有金牌 都垫在我的脚下 才可能比他高一点点 中国乒乓球队里 有很多的大魔王 比如张一宁 网友还管我叫 初代目大魔王 见到我经常这样说 我爸妈是您的粉丝 我能帮他跟您合个影吗 然后就让我 拿着他爸妈的照片 合影 我也不敢问他爸妈 都还好吗 所以我的合影 特别像寻人启事 在寻找走失的老头老太太 范鸣 祝老年大妈的偶像 范鸣16年参加了一个综艺 叫我们17岁 那年他52岁 这节目也挺有意思的 请来的嘉宾 林志颖 孙杨 范鸣 没一个17岁的 这节目就应该叫 我们17岁 开始就长这样 你确实 张子林 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 可能有人觉得 选美比赛 只要长得漂亮就行 其实选美比赛 也是有知识问答 要考验应变能力 和回答很多的问题 比如 你叫什么呀 今年多大啦 Where you from啊 我的选美比赛不熟 听说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 我们比赛是为国争光 他们比赛是为了世界和平 这么一对比啊 我们怎么就显得这么不重要啊 什么奥运会啊 什么大满贯啊 在世界和平面前 邓雅平算什么呀 不过张子林 拿了世界小姐冠军之后 就再也没有什么成绩了 他还请教我 拿了世界冠军之后 怎么办呢 我说 那就再拿一个吧 不够的 再多拿几个吧 他问世界冠军 是说拿就拿的吗 是啊 不说都能拿 王世鹏 退役篮球运动员 我们家儿子 最喜欢的就是篮球 其次 是足球 一个中国孩子 喜欢这俩项目 多让人闹心呢 这就添堵了 本来篮球还行 结果呢 今年的南篮 这真不行 不过王世鹏 存在感很强 一老卖老 经常批评 我们的年轻运动员 我看了他的材料 也不就是83年的吗 就这样开始 一老卖老了 拿过几个世界冠军呢 有多少块奥运金牌啊 没有 是第几代大魔王啊 但他 确实也曾厉害过 06年世锦赛 最后 5.8秒的 一记三分绝杀 一战成名 那一球 就是他职业的 最高光时刻 所以说啊 运动员如果没有冠军 只能拿一场胜利 当自己的代表作了 我和孙杨家里 都挂满了 和金牌奖杯的合影 而王世鹏家里呢 挂的是一个 六秒钟的动图 5.8呢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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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很在乎啊 这那么一个事 能不在乎吗 孙杨 传闻之前 因为恋爱影响训练和教练 闹翻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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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所谓教练好的很 我教练非常好 又和好了 恋爱问题啊 在运动队啊 蛮常见的 当年 我们冰方球队 男女队谈恋爱 教练呢 也不强迫分手 只是让 成绩好的留下 成绩差的走人 双方压力都很大 我的压力呢 在于 没有人敢跟我谈 无敌是多么寂寞 孙杨有一次获得冠军 对手拒绝和他合影 孙杨霸气回应 You lose I'm win 这真是一句 教科书籍的回应 真霸气 又有教科书籍的语法错误 没关系孙杨 我英语呢 还凑合 我来教你 以后啊 你都这样喊 You are the loser I'm the winner Deng Yao Ping is my teacher 孙杨上了很多唱歌的综艺 都是大牌节目 收视力都非常的高 我也很喜欢唱歌 但我们那会儿 哪有什么综艺节目啊 没机会展示歌喉 所以没法跟人比 我只在一个晚会上唱过 春节联欢晚会 孙杨之前 领奖的事儿 引起了热议 竞技体育本身 就是远赌服输 赢了就是强 输了也要有大将风度 领奖台 对于女年 是很神圣的 从小训练 就是为了登上领奖台 我不但要登上 还要登上最高领奖台 因为站得高 你们才能看得着我 我理解孙杨的辛苦 作为前辈 我想对孙杨说 珍惜还能在场上 拼搏的时候 退以后更难 我们有句话 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 对手知道 三天不练 观众都能看出来了 明年就是东京奥运会 排出所有干扰 全身心投入备战 录完吐槽大会 赶紧回去训练 不然明年会有更多的关照 吐槽你 谢谢大家 我是邓雅萍 大家好 我是范银 你们的朋友 AKA行铺头 谁说我不会说年轻人的话 同志们 看到我站在这里 大家就知道了吧 来吐槽大会 咔大咔小 无所谓 关键是要和主咔关系好 我和孙杨是朋友 明白了吧 我上面有人 听这个话太心切了 邓雅萍 雅萍姐 雅萍妹妹 一个时代的巨星 我发现呀 这个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呀 赢球的时候总爱嘀咕 叮咛是 呦 王楠是 驾 郭月是 啾 到雅萍姐是 撒 撒 我就琢磨了 她为什么要这个撒 哦 我后来经过调查 我们雅萍姐姐是河南人 这个撒是表示一种困惑 撒 咱就赢了 你我的亲娘咧 雅萍姐 这个 当年拿了金牌大满贯之后 很有志向 去清华进修 但是一开始并不顺利啊 就别的高材生 一下午背的东西 她要背一个月 这说明什么 你就不该记清华 别人两年读完 你这么算下来得读 二百四十年 是不是现在还没毕业啊 待会吐槽的啊 都速度稍微快一点 别影响人家大学生晚自习 雅萍姐 加油 我看好你哦 张子霖 世界小姐 值得佩服 听说她跨界演戏 而且评价一般 我作为前辈啊 我稍微给你点建议 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 一个领域行 不代表样样都行 你看我这演员 当得很好 也没去竞选世界小姐嘛 下一位 世鹏 王世鹏先生 和你同学 有姚明 有这个意见脸 都是大咖 对吧 都比你混得好吧 不过没关系兄弟 我跟你有同感 我感同身受 沙艺 严妮 姚晨 个个都比我红嘛 不过我心态非常平和 就算事业有点落差 也可以过年 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 对吧 喂 姚晨 新年快乐 我是范 喂 喂 喂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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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没关系 可以在心里祝福她吗 亲爱的杨阳 宝宝 真的很好 我和杨阳 是一起做过节目的 平时呢 生活中关系真的很好 他这个人啊 有个有点这个 大大咧咧的 有一次在海边游泳 要换泳裤 直接把短裤脱了 吓得我跟郭富城啊 赶紧给他挡着 看他这么娴熟 我就明白了 怪不得人家 拿这么多奥运金牌呢 人家有独特的训练方法 脱了短裤游泳 那必须快呀 你游不快让人看见了 杨阳这个孩子很努力 我们一起做节目期间 她说 住酒店高级不高级 真的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有泳池 那我就说 一般的酒店没有泳池啊 杨阳笑了 那不就对了 狡猾 那俩酒 没有没有 其实人家真是为了训练 但我真的搞不懂啊 那泳池我天天游 我从来没看见过她 我还猜她是不是为了躲着我 一想不可能 她一定不会游泳 孙杨以前上节目哈 就打过一巴掌 当时是个游戏嘛 谁赢了谁打嘛 我赢的时候轻轻地 啪 打他一下 很温柔 她赢的时候 啪 就给我一巴掌 给我打的那个疼啊 哎呦 我当时我只想 啪 回她一巴掌 但是不行啊 同志们 那是孙杨 奥运冠军 拿了那么多金牌 宝贝啊 不能打他 应该讹他 这不 我就来吐槽大会了 其实作为一个长辈啊 还是要送几句话给孙杨 当你代表国家荣誉战斗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保持你的个性 放心 你的后面有千千万万的观众 替你撑腰 你的前面 有我和郭富城 替你挡着 对你挨挨挨不挨 谢谢大家 我是范明